文实版 1945年抗日战争设计后 川岛方子在北平被捕 当时的国民政府以罕奸罪对他提起的公诉 按照川岛方子的罪行 他必死无疑 但川岛方子却不甘心就此无法 他把逃生的希望寄托在日本义父川岛朗苏的身上 希望以战犯的名义逃过法律的制裁 于是他给川岛朗苏写了一封求救信 哀求义父能够提供日本国籍等伪证 但眼看法院就要判决了 川岛朗苏还没有一点音讯 这位曾经的义父会给川岛方子出具一份什么样的证明 法庭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 审判川岛方子第六题 陌路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1947年10月22日上午11时 吴圣涵亭长与推示检察官等人 按时来到了北平第一监狱临时法庭 川岛方子由法警押解的也来到法庭 那天他还特意修饰打扮了一番 上身穿一件黑泥大衣 下身穿绿色西裤 面试薄粉短发光亮 吴廷长在询问被告姓名年龄 籍贯以后就起立宣读判决注文 注文是金碧辉通谋敌国 图谋反抗本国除死刑 耻夺公权终身 全部财产除着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 没收 随后 吴廷长又向被告补充了六点判决理由 第一点是关于国籍问题 吴廷长说 被告自称为中国血统日本国籍 其父肃亲王为中国公民 金碧辉当然为中国人 其取得日本国籍 乃其养父川岛浪速代办不足为证 接下来的第二到第六点 是被告通谋敌国的主要罪状及证据 大意是 被告与日本要人往来甚密 128事变的时候 在上海充当武女刺探军情 918事变后 被告参加关东军 组织定国军 帮助多田郡建立满洲军队 主张健全满洲国家 而南庄丽人 既描写其身世之小说 其前部 其描写被告在上海时的活动情形 后部 描写他在为满洲国建国前的攻击 其事变后 被告令溥仪移居北平 恢复清朝 由各方通讯调查确认 被告确系国际间活跃人物 吴厅长最后宣布 被告如若不服 可于接到判决书后十日内申请复判 以上就是河北省高等法院特别法庭 对于川岛方子的判决和主要依据 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 法庭对这个案子的审理显得较为粗糙 对被告所犯罪行的认定有些不够准确 比如法庭认定 七七事变后被告令溥仪移居北平 这一罪行就缺乏证据与事实不服 其实川岛方子的地位没有那么高 不具备向溥仪发号施令的资格 而且我们前面讲到过 七七事变后 他已经脱离了军政系统 不可能再与溥仪有什么往来 另外法院还将小说南庄利人作为证据使用 也招致了后人的广泛批评 但不管怎么说 法院抓住了最根本的东西 川岛方子做了大汉奸 当过日本人的高级间谍 这是没有疑问的 单从这一点讲 河北省高等法院判他死刑 量刑基本准确 川岛方子没有什么冤屈可原 但川岛方子可不这么看 对于法庭的判决 他当庭表示不服 要申请复判 就在川岛方子准备申请复判材料的过程中 1948年年初他又等来了川岛浪宿寄来的证明材料 材料一共有两份 一份是川岛家的户籍钞本 此前川岛浪宿的妻子已经去世了 户口本上只有两个人的户业 户主是川岛浪宿 杨宇是川岛廉子 第二份材料是当地村代表写给中国法庭的请愿书 证明川岛方子从小就在本村生活 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说川岛方子于36年前作为川岛浪宿家之杨女而来日 当年六岁 我们说这是两份内容怪异的证明材料 我们无法推断川岛浪宿出具这两份材料时的真实思想 但从实际效果上讲 这两份材料证明了什么呢 第一 它证明川岛方子没有日本国籍 因为川岛浪宿连家庭的户口本抄件都寄来了 家庭成员两个 川岛浪宿和川岛廉子 没有川岛方子 第二 证明川岛方子在36年前是六岁 由此推断 现年42岁 918事变那年25岁 1931年 918事变 川岛方子的勾结日本人 以间谍的身份做了很多死在中国民族利益的事情 如今为了逃避审判 他希望川岛浪宿能为他提供当时还未成年的证明 可望远遇川岛来的正名材料 是让他感到深深的失望 他甚至感到愤怒 他觉得川岛浪宿并没有真心想搭救他 但现在他已经是穷童末路 他仍希望这位艺术能拉他一把 面对他的再次爱情 川岛浪宿会做出怎样的划言呢 死到临头川岛方子又将做出怎样的挣扎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你讲述 审判川岛方子 第六次 没路 这是一场万人瞩目的审判 受审者本是清朝阁阁 后来却变身为日本人的间谍 在128事变中挑起战火 在围满军队中担任总司令 这些曾让他风头出尽 此时却成为如山的罪证 他将如何为自己辩护 一场国籍之争 为何会决定他的生死 历史学者宋连生为您讲述审判川岛方子 川岛方子原本是希望川岛浪宿为他提供伪证的 结果却收到了这样两份材料 他当时的失望与愤怒可想而知 但是他有求于人 又不好发作 只好压下怒火 仍然低声下气的在父亲中说 说您寄来的材料里把我的年龄写错了 请父亲再想一想 满洲事变那年我正好是16岁 因为我今年是33岁 他还教给川岛浪宿一个移花节目的办法 就是将莲子的户籍页改成方子的 由于莲子是宪章的女儿 这在户籍页上也有记载 所以要更改两个地方 一是将姓名栏里的莲子改为方子 二是将生父栏里边的宪章改为善旗 莲子比方子小六岁 移花节目以后连年龄的问题也解决了 由于涉及到了生死问题 他也就不绕弯子了 他写道 切记不要大哥的名字 也不要连的名字要用方 否则无效 其他皆可不动 这封信寄出去以后 他天天等夜夜判 但最终什么也没有等来 尽管期判中的证明材料没有弄到 但川岛方子仍然坚持不服判决 并于1948年3月9日通过律师正式申请法院复判 关于申请复判的理由 他一共列举了八条 核心的只有一条 就是说自己是日本人 早已加入了日本国籍 不应当由中国法庭按汉奸罪来审判 作为证据 律师向法院递交了川岛浪诉寄来的那两份证明材料 在此前的判决中 法院由于没有掌握相关证据 便承认被告已经加入了日本国籍 但是强调那属于养父川岛浪诉代办不足为证 如今看到了川岛浪诉提供的材料 才知道被告根本就没有日本国籍 这样一来问题反倒变得简单了 3月14日河北省高等法院通知被告 驳回申请 法院通知说 被告并未提出取得外国国籍之确证 且一无内政部许可丧失国籍之证明 也就是说川岛方子是既没有取得日本国籍的有效证据 也没有丧失中国国籍的有效证据 它是中国人由中国法庭依法审判 一点错都没有 从这份通知中 我们也可以看出川岛浪诉提供的材料 所发挥的实际效应 它根本就不是在帮助川岛方子私利逃生 分明是在落井下石 川岛方子仍然不死心 3月17日他又委托李义琛律师 带他向最高法院提出抗告 结果呢 不出人们的预料 他的抗告又被驳回 而且这一次属于终审判决 情急之下 他又想到了李宗仁 提笔给李宗仁写了封信 李宗仁时任华北行员主任 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官 在信里边他大诉冤屈 请求李长官帮他说句好话 甚至还一想天开的 请求李长官给蒋主席发个电报 请蒋主席放他条生路 这封信是不是能够送到李宗仁手里边 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只知道川岛方子没有等来任何回复 川岛方子没有等来搭救他的消息 而对他执行死刑的命令却如期而至 1948年3月22日 河北省高等法院正式下达了 对川岛方子执行死刑的命令 几十位来自国内外的记者聚集北京 做好了现场采访准备 中央电影三场也准备拍摄一组川岛方子 走向刑场引胆身亡的镜头 但令记者们感到失望的是 当天并没有枪决川岛方子 其后两三天没有消息 3月25日凌晨5点多 各家媒体突然接到电话通知 当天清晨6点要在北平第一监狱 对川岛方子执行枪决 从街道通知到行刑 还有不到一个小时 措手不及的记者们慌忙大找第一监狱 令他们感到愤怒的心 他们却被打在第一监狱的门外 守门的县丁声称 他们奉命不让记者们入类 而此时在监狱内穿造方子的行刑 今开始 这天早晨五点半 河北省高等法院检察处的 何成斌检察官 带领着书记官 法医检验员 各一名 还有法警三十余人 来到北平第一监狱 对川岛方子执行死刑 他们到达以后 何成斌就签发提票 由女监将川岛方子提出 交法警押附刑场 刑场就在第一监狱里边 是监狱西南角的一处空地 三月下旬的北平 正是春寒乍暖的时候 清晨六点 天气还是觉得寒气逼人 看到法警押着犯人过来了 何成斌检察官便上前 依照程序询问了犯人的姓名 年龄 籍贯确认犯人就是川岛方子本人 然后宣布他的上诉已经被驳回 并当场宣读了河北省高等法院检察处 对他执行死刑的命令 宣读完毕 河检察官命令犯人跪下 并命令法警对犯人执行枪决 法警随即在川岛方子身后开了枪 子弹由后脑打尽 前额透出 川岛方子应声倒地 血流满地 此前 住在北平市的日本林济宗庙新寺古川大行长老 已经通过律师向法院提出认领川岛方子尸体的申请 由于古川长老并非犯人亲属 赵丽本不当批准他认领尸体 但由于没有亲属前来收尸 古川长老又是宗教界德高望重之人 他的申请便获得了当局破例批准 他在整理尸体的时候 发现死者手中还攥着一张纸条 上面有川岛方子生前亲笔写的一首短诗 诗曰 有家不得归 有泪无处垂 有法不公正 有冤夙向谁 这首诗表明啊 川岛方子至死仍心有不甘 川岛方子被执行枪剧后 以负担架从监狱排除 人们看到了一句满脸血沫 昏模糊的女士 由于之前法院对处决川岛方子 遮遮掩掩掩 被抬出的女士血沫满面又沾满了女友 令人难以辨认 这让川岛方子的死费感神秘 于是在枪决川岛方子后 各种川岛方子还没有死的传闻甚消沉上 而这句女尸本身也确实有一些令人费解的地方 那么1948年3月25日的那天清晨 被抬出的这句女尸是不是川岛方子 有关川岛方子当时并没有死的传闻 是不是真的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养住 审判川岛方子 第六次 陌路 由于警方在枪毙川岛方子的时候 并没有允许记者现场旁观 这就引起了许多记者的不满 当天 北平各报记者就向河北省高等法院和第一监狱提出抗议 后来沈高检虽多番解释 主要是说枪毙人的现场过于血腥 公开让人参观有为人道等等 这样一些道理 但对于这些说法 记者并不买账 所以各报在刊登 处死川岛方子新闻的时候 都突出报道了秘密枪决这一项 并且说死者已看不清本来面目 还有到报道中用了 是否金翼本人不能确定 于是 关于川岛方子没有死的传闻便越传越远 以至于出现了多种版本流传甚广 流传最广的说法是 说那天在狱中被枪毙的 是一个叫刘凤玲的女人 而川岛方子则平安脱身不知来去向 这个说法出自南京司法行政部街道的一封控告信 写信的人自称叫刘凤真 信里边说 自己的姐姐刘凤玲 容貌与川岛方子是一模一样 而且也会说日本话 当时已患绝症生命垂危 自己的母亲受在监狱做事的姐夫刘仲基的劝诱 答应以十根黄金的代价 让女儿刘凤玲做川岛方子的替身去受刑 姐姐是个孝女 也愿意用自己的将死之身为母亲换一笔钱 执行枪决的前一天 自己陪同母亲将姐姐带进了监狱 在女间的小门处把川岛方子替换下来 但监狱长却违背约定 只给了四根金条 双方发声口角 御方对我们进行各种威胁 结果呢 我们就被赶了出来 控告信 接到这个控告信以后 南京司法行政部立即命令河北省检察室 做了彻底调查 官方的调查报告随即公布 报告揭示 说控告信中所讲的刘凤真 刘凤玲查无十人 倒是有刘仲记这么个人 但是他否认有这么个姓刘的亲戚 更否认参与调包之事 检方还发现 说这封控告信与一年前检方接到的另一封控告信不仅刺激相同 就连所用的笔墨纸张都一样 而那封控告信经过调查毫无根据 调查报告强调 对金碧辉执行死刑的时候 从牢房换出到交给检察处的法警 其间经历了极严格的手续 所有经办人都确信 被押解者就是金碧辉本人 而且对犯人执行死刑 那是检察官的职权 监狱执起协助作用 靠买通狱长将犯人调包 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事实弄清楚了 但川岛方子没有死的传言 却没有平息 由于对川岛方子的处决是秘密执行的 记者没有看到行刑过程 后来的尸体又面目模糊 有些疑问 就很难解释清楚了 最不容易说清的事情 就是有个叫斯潘塞马瑟的美国记者 在川岛方子被枪决前十天 曾经到狱中采访过他 在采访报道中 他说川岛方子剪着男士的短头发 而那天负责收拾的古川长老 回忆说死者头发披散道尖很长 但根据这么一条就断定被枪毙的是川岛方子的替身 那也未免太过武断 一来 这两个人见川岛方子 他有先有后 中间差了十天 这期间呢 人的头发 他可能会长一些 二来呢 站着的人与躺着的尸体 头发长短给人的观感也不一样 另外 也不能排除他们中的某个人 记忆或者回忆 有误 出了错误 这样的可能性 另一个有利的证据是川岛方子的妹妹显奇 在看到被枪毙后的死者照片的时候 也断定死者就是自己的姐姐川岛方子 虽然照片上的人面部血肉模糊 但作为近亲 他还是从死者的手脚和体型特征 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还有一个明显讲不通的问题 那就是谁要救川岛方子 把他救出去 干什么呢 费那么大劲 担那么大风险 从死牢里救出一个声名狼藉 又毫无利用价值的人 图了什么 这种事情难道会发生吗 结论应当说是清楚的 当年河北省高等法院 在执行川岛方子死刑时候的一些做法 确实让许多人 特别是一些记者感到不满 但这并不能改变川岛方子已经被处决的事实 川岛方子被枪决了 从法律层面看 他的死是最有应得 但换个角度来看 他这个人也并非生来就是汉奸 他出身于大清王府 即富贵聪明美貌于一身 本来应当享受到美满幸福的生活 但造化无常 命运捉弄 父亲把他作为小玩具送给了一个日本狂人 那个狂人又把他设计成了满猛独立的政治玩偶 他曾经与命运抗争过 试图挣脱枷锁 回归平静的家庭生活 但是啊 他的成长经历 生存环境 确实是太特殊了 这就束缚 限制了他的思想与行动 裹挟着他 一步一步的走上了通敌叛国的不归路 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十几年里 他做了大量损害国家与民族利益的事情 但他自己呢 却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甚至还四处炫耀 这既让人们认识了他的丑恶 也看透了他的空虚 身为女性 她活在这个世上42年 没有亲情 没有友情 也没有爱情 这样的生活 该是多么可悲 好了 关于川岛方子的故事 到这里就全部讲完了 谢谢大家 1935年 著名影星阮凌玉自杀身亡 他有着天生励志 他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表演天分 他创造了中国早期电影的一个又一个经典 那么在世间生活仅仅25个年头之后 是什么让他选择结束生命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 阮灵狱自杀之谜 一岁